主公啊 请原谅老臣的职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君 我追随你多年 知道你的雄心伪劣 我知道 江东极业是夫君的生命 我知道 夫君即使在天上 也想看到江东的稳定 如果江东不合 夫君的在天之灵 又怎么能够安息 为了江东的稳定 大乔 但愿为夫君舍弃生命 因为 我是夫君的妻子 将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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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恶事大呼小叫 传太夫人口讯 经理迅速返回江东 出什么事了 主公 主公去世了 是什么 祖公临终前 令少主孙权 执掌江东应付 承继总业 太夫人命你立即返回江东 辅佐少主 以继江东大业 好 报 令少主 上将军周瑜回城奔丧了 再来多少病了 周将军进城的时候 只有丹肌体吗 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长 你为何匆匆离去 周瑜来迟 连面都会介绍 修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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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龚锦将军 请你接下兵府 提令江东 继承我副兄大业 少叔公 你这是为何 江东是孙氏三代大乡的江山 我周瑜 万不能行窜逆之事 将军听我说 这不是窜逆 这恰恰 是为了我副兄大业着想 我年幼稚难 不能服众 可将军你文武超军 又九随我副兄征战 在江东文武中 你是最有威望的大将军 由你来制令江东 另一方面 更加军